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臺灣經歷過西班牙人 荷蘭人 還有日本人的統治 造就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背景 音樂劇重返熱蘭哲 講的就是十七世紀 臺灣在大航海時代的故事 一個十九歲的中和混血軍官 一趟遠渡重陽的尋根之旅 一段刻骨鳴心的戀情 最後演變成一場種族恩怨 這是愛悅二零一四年的音樂大劇 重返熱蘭哲 耗十八年重金打造 同時邀請百老會音樂劇導演指導 重返熱蘭哲的故事 就從熱蘭哲城舊時的台南安平古堡 開始說起 臺灣的歷史與風光也一一浮現 那在尋根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好多本土文化的點點滴滴 利用跟歷史的呼應 我們把它呈現出來 真正讓觀眾看到 在舞台上看到 在一齣英文演出的音樂劇裡面看到 臺灣的夜市 看到臺灣的歷史 看到臺灣的風光 劇本改編 陳偉智強調 這絕非是臺灣風土民情堆疊出的觀光秀 而是透過一段愛情故事 一條未斷線的親情線索 構築出一段尋找家的歷程 全劇透過19名來自意大利 法國 澳洲 菲律賓等地的演員全英語演出 從演技 咬字到歌聲都在挑戰演員的極限 最困難的地方是把演戲跟歌 都放在同一個軌道 音樂劇我從來沒有做過 我第一次我是做那個戲劇 我沒有做過那個音樂劇 所以我最大的挑戰是唱歌 其實還滿困難 因為我有個女兒已經17歲了 所以在詮釋的時候 我一直都要去找到我媽媽 一般作戲其實是大概進了劇場以後 才會把舞台裝起來 那其實我們花了10天 已經先把這個舞台裝在巴黎的一個排練場裡面 所以所有的人 所有的道具 衣服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在那邊演 就是我們一直在這個方式的方式做排練 那這一個其實是在台灣 做音樂劇上比較少見 重返熱蘭哲 一段親情與種族對立的故事 台灣首之以全英語 並融合原住民音樂元素的音樂劇 帶你重返十六世紀的台灣 聚焦台南安平古堡 也重新認識我們所在的美麗寶島 福爾摩沙 好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邀請到重返熱蘭哲的監製 Derek Derek你好 惠玲你好 還有我們的主角之一 葉文好 哈囉惠玲你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重返熱蘭哲 這個故事的歷史背景好不好 重返熱蘭哲為什麼叫做重返熱蘭哲 其實很多人很好奇 也是希望大家對這個議題好奇 因為跟我們的故事裡頭的男主角有關係 他是從荷蘭回到 他加入了荷蘭東印度公司 然後回到福爾摩沙的熱蘭哲城 來尋找他的父母親 他父親是荷蘭人 母親的話是希臘雅族的 台灣本土的希臘雅族 對 希臘雅族 希臘雅族 第二個含義的話 其實是帶所有的觀眾 回到17世紀的福爾摩沙 因為只有那段時間 那段時期叫做熱蘭哲城 因為鄭成功來之後呢 1662年之後就改名為安平鎮 對 所以熱蘭哲是當初的這個鎮的名稱 對 它其實有一個鎮 然後有一個城堡 對 那個城堡其實還滿大的 現在還在嗎 剩一面牆 對 在安平古堡裡頭 有一面舊的牆 對 所以你對於這段歷史 應該做了很多的考據跟了解 你可不可以先帶我們回到一下 那個時候的台灣是什麼樣子 荷蘭人其實在台灣 統治了台灣38年 從1624年一直到1662年 被鄭成功趕出去之後 就是這個期間 38年的期間 然後他們第一個落腳的地方 先是澎湖 最後又遷移到台南 那時候叫做大園 對 所以它從那邊就開始就是 它其實在台灣做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跟它其他的亞洲據點不大一樣的 就是它開始有到部落裡頭 教學跟傳福音 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它在其他的據點都沒有做 然後它整個台灣都等於是說 殖民就是統治下來 所以很多的這個原住民 原本是彼此的衝突的 就因為有一個第三者 就是荷蘭的一個勢力呢 反而大家都和平 可以比較和平的相處 荷蘭人在台灣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做貿易 那譬如說有列這個梅花鹿 鹿皮的外銷 或者是所謂的甘蔗田的這個 或是種稻米 這些部分的話 很多都是引進 就是中國大陸那邊的工人過來 然後其實過來的幾乎都是南丁 所以在我這一段故事的時候 這個歷史背景的話 大概有一個估算 大概漢人佔了人口 大概有一萬人左右 荷蘭人大概三千多人吧 然後原住民的話估算 大概有十幾萬人 全台灣當時的一個估算 比例很懸殊 原住民十幾萬 然後漢人男性多少 然後再更少一點是荷蘭人 然後因為過來的 譬如說荷蘭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做貿易 很多都是也是南丁 所以其實通婚的這樣一個狀況 是蠻普遍的 不管是漢人跟荷蘭人 或者是甚至是 就是跟原住民 然後甚至是跟少數的 是跟日本人 他們當時也過來做貿易 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台南 至今好像還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朋友是 他們是金髮碧眼的 是的 但他們是台灣人 沒錯 有一些人甚至是 我有個朋友他很有趣 他是隔代遺傳 他的父母都是台灣人 但他的應該在上一輩 或是在上一輩 曾經有荷蘭人或西班牙人的協同 所以他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形 對 因為其實透過這一齣戲 其實我們有些演員或是裡頭的組員 他們去回溯他們的這個祖宗等等 他們其實他們的曾曾祖母 或是曾祖父或怎麼樣 可能是原住民 可能甚至是藍眼睛的和藍衣的 然後還有一點是 像我們的導演過來的時候 他也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你們台灣人長得比較漂亮 比較不一樣 比較是跟誰比 跟對岸的 那比較不一樣 就是了解這個故事其實很特別 因為其實讓我們台灣人知道說 我們其實我們今天的台灣人是 非常多種族過去這幾百年來的這樣一個 通婚的這樣一個文化的一個交集 跟整個大龍如所產生的這樣子一個民族 因為中間我們希拉雅族人跟荷蘭人其實 一開始我們是 算是有一點彼此互不堪順眼的狀態 但是因為在中間有一些觀念上的改變 然後我們更能夠接納彼此 以至於最後唱出這首 This is my home It's not just my home It's our home 是我們大家的土地的家